你个臭小子啊 好不容易大赢擂台 却把这么好的机会 攻守上人的 我都答应心同了 言出必行嘛 怎么到了诸城再想办法呢 那一枚仙子是五百年的修为 常人是难以企及 即使到了诸城 也不一定能够找到办法 压制住你体内的妖精 更何况你现在体内的阳气过身 恐怕都撑不到诸城 对 这您不用担心 您教我那个引字心法太管用了 每次一难受 我静心冥想就能压制住了 这个办法没有办法除根哪 大老爷 我知道 曲赤珠固然重要 但那枪对心童也很重要啊 那是他娘留给他唯一的遗物 我从小就没娘知道那种感觉 而且她是为了救我 才把枪弄断的呀 那我不能不管啊 行走江湖不就是一个义字当前吗 感情用事 无情无义你 大老爷 你一定还有办法的 有 开膛破肚 愚蠢至极 我愚蠢 我至极 就你齐公子聪明 如果到了都城 还没有办法取诸的话 你们就把我开膛破肚吧 不耽误你们的事 好了 我困死了 我要休息了 你们快走 不是 你还吃 大老爷 蜘蛛一时已单过数日 不能再任由他肆意往围下去 明天无论如何 都要拿到蜘蛛 嗯 那我 我 他 你 你 活